大家好,我是美根 今日和大家介绍新股 2585孟金元黄金珠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公开发 收日期为2024年11月21日至2024年11月26日 安排日为11月28日 上市日为11月29日 保健人为中信证券 招股价为12到14.4港元 每手股输200股 一手入场费约2909.04港元 集资规模约527.5到633.0百万港元 如成功上市 市值大约819.2到983.0百万港元 公司简介方面 公司是专注中国三线及以下城市市场的 黄金珠宝首试员 创品牌制造商OBM 根据弗洛斯特沙利文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指年度 就黄金珠宝收益而言 公司于中国黄金珠宝市场的黄金珠宝品牌中排名 第五且市场份额为3.8% 公司包括三项业务 黄金珠宝及其他黄金产品 K金首饰 香赞珠宝及其他产品 综合损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该要方面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指公司收入为20209百万元 期内利润为233百万元 毛利率为5.3% 截至2024年6月30日指6个月 公司收入为9980百万元 期内利润为52百万元 毛利率为6.2% 按分布划分的收入及毛利明细方面 截至2024年6月30日指6个月 黄金珠宝及其他黄金产品收入为 9834.9百万元 占总收入98.5% 毛利率为5.6% K金首饰 香赞珠宝及其他产品收入为99.9百万元 占总收入1.0% 毛利率为27.5% 服务收入为44.9百万元 占总收入0.5% 毛利率为92.8% 在未来计划及所得款项用途方面 公司计划将约50.0% 将用于升级山东维方的生产摄施以增 强生产能力 以期进一步实现业务增长 月34.0% 将用于扩大和加强销售网络 月16.0% 将用于投资信息科技 从投资角度来看 新股部门给予2585 孟金元黄金珠宝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三星评价 2023年黄金珠宝市场销售收益为5180亿元 占整个珠宝首饰市场的63.2% 预计2028年将达到人民币8110亿元 以复合年增长率9.4%增长 公司以高纯度黄金饰品为核心产品 建立了多元化销售网络 据此洞察市场趋势 继而助力迎合特定消费者需求的产品设计及开发 形成良性反馈循环 从投机角度来看 新股部门给予2585孟金元黄金珠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三星评价 公司专注中国三线及以下城市市场 乃位数极少实现运营 涵盖黄金珠宝产业各关键环节的企业之一 但是考虑黄金价格的大幅波动 或会影响公司的收益及现金流 且或会对客户及其消费者的需求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 公司建议的认购策略为妈展认购 本人讨然为证监会指派人士 以上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不构成买卖邀约 新股新玩法啦 用知灵利息 有仓底免入按金 开户奖赏一万元 详情看回费立证券网页啦